Hello,大家好,我是亚提米斯,欢迎收看今天的雅提聊星座 我们今天来聊的是天天座的男生如果对你有兴趣的话呢,他会有什么行为和表现 而我们今天呢会使用到太阳星座还有金星星座,而且两个呢会一起使用 所以如果你还不知道这个人的太阳金星在哪里的话呢,请去看上面的影片 那里面会教你怎么去找出这个人的星座命盘,还有他的太阳金星在什么位置哦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如果一个天天座男生对你有兴趣的话 他会有什么样子的行为和表现呢 第一个类型的天蝎座男生呢是太阳天蝎金星在处女座的男生 这一类的天蝎男哦,基本上他很会挑你的毛病 而你呢会发现一件事情哦 这一类的天蝎男挑别人毛病的时候都是下重手 但是对你呢,他都会比较轻,而且可能会轻很多 并且在挑完毛病之后呢,还会很鸡婆的帮你把这些毛病或问题解决完 会让你觉得说奇怪你不是来挑我毛病吗 为什么你又帮我把问题给解决掉 他就是希望能够借由这个过程当中和你有一些互动 而且希望你可以崇拜他 好,而这一类的天蝎座男生还蛮特别的一件事情是 他很容易跟你巧遇 而且这种巧遇是那种频率还蛮高的 我不能说他是跟踪狂的 但是因为这一类的男生他非常懂得怎么去做一些侦查工作啊 或者是特别是他喜欢某个人的时候 他就会去调查很仔细就是这个人的生活作息 他会很想去了解他喜欢的这个人 所以他会挑在某一些场合 或是很经常的出现在你也出现的场合跟你打个招呼 虽然话并不是太多 但是你会惊吓到就是说为什么你也会出现在这里 而这类的天蝎座男生呢 他其实是想制造这些巧遇 而让你对他会有比较深刻的印象 而他也会常常就是问你说你需不需要帮忙 因为再怎么说他还是有一点处你做属性 所以他会关心你需不需要帮忙 而当你呢说对我其实有一些忙需要你帮的时候 这类的天蝎座男生又会展现出一副爱帮不帮的德行 好像呢需要你去求他 但对啦事实上他就是希望你去求他 因为天蝎座属性的人往往都会有这种 希望别人去恳求他的一个态度 但基本上只要你说你需要帮忙的时候 这类的天蝎座男生到最后还是都会帮你 因为他还蛮享受这种英雄救美的情况 而且呢 这类天蝎座男生他会希望在你面前展现出来的就是 他是一个很完美很厉害很犀利的一个男生 所以他会让你知道他是有能力的 而如果他做到以上这些 其实基本上就代表这个天蝎座男生对你是很有兴趣的哦 接下来第二个类型是太阳天蝎座精心在天秤座的男生 这类天蝎座男生我必须 我说实在话 由于审美观的关系 他对于看不上眼的女生 他有点不屑一顾 所以呢 如果这一类天蝎座男生呢 跟你之间有很多的话题 主动找你讲话 你大概就可以理解到说 这一类天蝎座男生 应该对你有一点好感 而且你应该长得还蛮好看 或至少你一定是他的菜 好 这一类的天蝎座男生呢 基本上呢 他们是比较有心机的类型 所以呢 他跟其他天蝎座男生比较不同的点是 他会是主动要求你帮忙 或是主动希望你帮忙 然后藉由这个帮忙的过程之间呢 和你拉近距离 并且重点在最后 他会因为你帮了他这些忙 所以他有理由 可以去好好的谢谢你 做很多事情 讨你开心 但是他有理由 就是因为你帮了他忙 所以他要好好的谢谢你 但是你会发现 他谢谢你给你的规格 跟别人的感谢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说这一类金星在天蝎座的男生 他是礼数很周到的男生 他不会亏待某一些善待过他的人 而他对你的感谢特别的丰盛的时候 你大概就有一点感觉就是 嗯 他应该都有有好感 没有错 另外就是呢 这一类天蝎座的男生 因为他也是属于 就是观察很仔细 很细腻的男生 所以呢 他会是在你 比如说情绪不佳的时候 他就会突然的出现在你身边 愿意听你讲一些话 而且呢 他会静静的听 他不会去给很多的批评 这跟其他天蝎座男生 比较大的不同 的点就在这里 因为其他的类型的天蝎座男生呢 他可能会在听你讲这些话的过程当中 会有一些批评 比如说你怎么那么笨 你怎么那么傻 可是这类天蝎座男生 不会 他们超级聪明的 他会听你讲完 然后呢 带你去散心啊 逛逛街之类的 他不会做太多的批评 因为呢 这类天蝎座男生呢 他们 我们刚才说他很心急啊 他很清楚 有时候要进入交往过程之后 他才会变回比较天蝎座的那种 会去批评你的情况 但是在还没有追你到手的时候 他就会当一个 愿意倾听你的角色 所以呢 如果你发现 这类太阳天蝎精心天品的男生 做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应该他就是很明显对你有兴趣啰 第三类的天蝎座男生呢 其实就是太阳精心都在天蝎座男生 这类的天蝎座男生呢 其实很一贯呢 他会表现出天蝎座男生应有的态度跟气质 所以这类天蝎座男生在讲话方面 他也是相对比较少一点 他们是属于比较冷静型的天蝎座男生 那这类天蝎座男生呢 他很会观察女生 所以如果这类天蝎座男生愿意主动接近你的时候 通常就已经代表了这类天蝎座男生 这对你其实是有一些感觉的 我的所谓主动接近你就是 他会主动去跟你聊一些事情 去问问你 或者是说 比如说大家一起出去玩的时候 他会跟你主动开话题 这其实代表这个天蝎座男生 对你其实是有一点意思的 而这类天蝎座男生因为嫉妒心很强啦 所以基本上如果 你也可以测试一下 就是你在他面前跟他聊一下 你觉得哪个男生其实还蛮帅的啊 或者是说个性不错啊 或者是工作能力很强什么之类的 这类天蝎座男生如果用很不以为然的态度 去跟你讲说 其实他这样也没什么 我还比他厉害什么之类的 或是他不断的毒舌 去说这个男生有多糟 因为他不喜欢别人在你心中有很美好的地位 你心中最好的那个人一定只能是他 所以如果他喜欢你 对你有兴趣的时候 他就会用这种方式呢 去批评别的男生 特别是你讲他还不错的男生 他就会用这种方式去希望可以让你不喜欢这个男生 而这类天蝎座男生呢 因为非常的天蝎座 所以他如果发现时机成熟的时候 他就会撩你 那你千万不要觉得他跟你开玩笑 说实在话 天蝎座男生他会出手去撩你的时候 就代表这个天蝎座男生 他虽然是抱着试探的心态 但是基本上他还蛮有把握 就是你已经知道他是喜欢你的 所以如果走到这个地步 你还不知道他是喜欢你 那反而就是我想问你 请问一下怎样才叫做喜欢你 所以通常这类天蝎座男生 在前期的时候 虽然很难判断他是不是对你有意思 可是呢 如果很明显撩你 那对啊 他就是喜欢你 这也没什么好说的 我们第四类要聊的天蝎座男生呢 是一个超级容易被你知道 他喜不喜欢你的天蝎男 因为他的精心在射手座 所以他如果喜欢你的话 这类太阳天蝎 精心射手的天蝎男 他就会非常直接的来撩你 他就会非常直接的来约你 甚至于很主动的告诉你说 我觉得你很漂亮 我还蛮喜欢你的 这类天蝎座男生 很喜欢耍帅 但是他会很清楚的让你知道 他对你很有兴趣 而且他耍帅的方式 跟其他的男生也不太相同 通常呢 这类天蝎座男生 都还蛮喜欢把自己练得很性感 所以他在你的面前 有时候呢 就会可能穿的比较露一点啊 或者是展现一下他的肌肉之类的 或者是 比如说他如果是篮球队的 他可能就会在你会经过的地方打篮球之类的啦 总而言之这类的天蝎座男生 你要不知道他喜欢你都很困难 所以如果这类天蝎座男生 没有很直接的让你知道他喜欢你 或是他从来没有约过你 那我想他应该对你没有什么兴趣啦 所以基本上如果他已经挡在你面前 问你接下来有没有空陪他去哪里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基本上他就已经很直接的表现出来他对你有兴趣 而且这种行为如果不止一次的话 那你没有什么好怀疑的 对他就是对你有兴趣 所以也不用讲太多 最后一组呢是太阳天蝎精心在摩羯座的天蝎男 这类天蝎男相对是比较难以琢磨的 因为在感情这一块上面呢 这一类的天蝎男呢他是很谨慎的哦 所以基本上呢他也是属于 第一他还是很毒舌天蝎座嘛哪一个不毒 但是呢这一类天蝎座的男生很喜欢当英雄 所以他会挑在真的会打动你的时机去帮助你 而这一类天蝎座的男生在英雄救美之后呢 他就会很帅气的问你说 那我真的帮你这么多了 你要怎么感谢我 其实他们讨人情很直接哦 而这一类天蝎座的男生 如果不是为了讨这个人情 其实基本上他不会帮助你 所以一旦你发现这个太阳天蝎精心摩羯的男生 帮助你的时候 你大概心里就要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他今天来英雄救美 大概就是对我有兴趣 要不然他不会花这个力气来帮忙你 而另外一点就是 如果你问他有没有女朋友 他通常就会跟你打雅名 他绝对不会告诉你说 他有女朋友或是他有没有暧昧的对象 而且当你这样问他的时候 他就会反过来若有事物的撩你 问你说那你今天是对我有兴趣吗 之类的 这类天蝎座的男生撩妹的方式 是以若有事物的方式来撩你 而且主要是你有问到 跟他感情有关系的话题的时候 他就会打蛇水棍上回头过来撩你 他们是很心机的生物 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 这类天蝎座男生有一个特点 就是如果你提到别的男生什么地方很厉害的时候 他就会若有事物的告诉你说 我以前也在什么什么比赛当中拿过第一名 其实他这个也没有什么 他会想要把别人比下去 特别是如果你觉得其他的男生也不错的时候 他就会很希望很快速的把这个男生给压下去 所以呢如果你发现这个太阳天蝎 精心磨叠的男生做了以上这些事情的时候 基本上他就是对你有兴趣 所以呢这太阳天蝎座的男生真的很难猜 因为你很难知道说他到底是不是对你有很深的好感 可是大致上面来说啦 如果他做到上面这些 其实大概就已经很明显 他对你是有好感和想法的 那就要看你对他有没有想法咯 今天雅提到星座呢就到这边结束咯 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的话呢 欢迎你订阅分享还有开铃铛 如果你想跟我们聊聊天蝎座男生的话呢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咯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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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